全世界都再見了 那麼所以為什麼到現在為止啊 恐嚇了半天 小型的微型的這個核子武器 連丟都不敢丟的原因在這個地方嘛 因為毀滅的話不是只有毀滅敵人 順便連自己都毀滅 武俠小說裡面的七傷拳打出去以後 這個等於自己打出去以後 自傷七分嘛 藝術感慨 所以他講這種話對不對 講爽的 問題是他不是第一個講的嘛 之前已經有一個 這號稱普丁密友的一個 也是網路的 也是這個電視的主持人 政論節目啊 也說我們把這個核主機打過去 然後就可以摧毀了 摧毀化國 摧毀英國 大家都摧毀了 這關那麼歇實低禮的 這一個等於說發言啊 讓大家見識到 你以為只有以前的環球時報的總編輯 胡錫進是瘋狂的嗎 他們比他還瘋狂啊 外國也是一堆啊 瘋狂到這種的境地嘛 不可思議的地步嘛 但是呢 現在就要賭 那普丁會不會像他們那麼瘋狂嘛 普丁當了二十幾年的 這個俄羅斯的領袖 所以理論上來講 雖然這個人很殘忍 很殘酷 但是他不至於 那麼瘋狂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因為他還要繼續 維持下去 他自己本身的 那麼俄國大帝的這個地位 那可是問題就在這個地方啊 那麼這次不是破獲了十幾個人的 這個相關的特務集團嘛 他們打算去偷刺鎮飛彈 然後用刺鎮飛彈呢 去打下這個俄羅斯的 為什麼要這樣做 打下來了以後 栽贓給烏克蘭 因為刺鎮飛彈不是 現在都是美國的 英國這些國家 那個提供給你們的嗎 所以打下來就你們幹啊 你們竟然針對俄羅斯平民的 這個民航機下手 全面激起俄羅斯人的敵愷同仇 然後最後名氣可用 最後大舉攻打這個烏克蘭 就這樣嘛 這就是你以為 你以為這不可能發生啊 這次在烏克蘭戰場 不是曾經用一個 前蘇聯所制的這個 這個 劍行的這個 那個針飛彈 這針不是刺針 是針飛彈 不是把打下來嗎 號稱可以避開這個所謂的 熱焰彈跟這個干擾師等等嘛 過去就曾經有人偷渡到 把這個東西走私到美國 要打下空軍一號 你不要以為不可能啊 我問你可不可能 如果他真的有這個東西 不要以為不可能啊 這一次在烏克蘭戰場 有個 這個等於說 踢拐兩的這個 反坦克武器啊 踢拐兩 攜帶方便 講簡單一點就火箭筒啦 火箭彈啦 在台灣叫66火箭彈啦 過去包括換下這個 這個等於說白小燕招綁架撕票案的陳靜辛 就曾經他們曾經想要用 擄人勒索的錢去買66火箭筒跟66火箭彈 要去打總統府耶 黑道曾經台灣的黑道 曾經有幾度都擁有66火箭筒跟66火箭彈 不過有火箭彈的沒有火箭筒 有火箭筒的沒有火箭彈 要不然的話真的打出去的話 那還得了變成台灣不得了的事情啊 單單66火箭彈 你問于將軍嘛 全台灣放了大概幾萬枚 甚至快十萬枚都已經過期了 你知道嗎 所以呢 事實上有沒有可能發生這種事情 真的有可能 那如果你們很倒楣 被自己人幹掉 但是他就拿這個東西做一個藉口嘛 拿這個東西做一個藉口 就是說 是你們烏克蘭針對平民 所以現在他們很多的資訊 不像我們一樣 我們可以透過網際網路 全世界都看得到 所以他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在五月九號就要營造一個 烏克蘭新納稅 非常可惡 我們是替天行道 那現在普丁要的就是這個東西啊 那明鳳姐 我們也看到包括這個主播 還包括這個 俄國的外交部長拉夫羅夫 他竟然也在講希特勒講猶太人 他竟然說 有聰明猶太人說過 狂熱的反猶太分子 通常就是猶太人 就以色列馬上就跳起來 以色列外長就斥 這是令人乏指不可原諒的 另外我們也看到 俄國的國會議長也說 所有軍援烏克蘭國家元首 就是要用戰犯身份來究責 我覺得這個俄國內部 根本就是在吹哨子壯膽 這個內部這個亂成一團 剛才講到車程 車程的情況是怎麼樣 車程這個總統喜歡刷存在感 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那你知道烏克蘭這個國防部 在二十九號有公佈一個事情 你知道嗎 就是車程的這個軍隊跟這個遠東軍 俄羅斯派去了遠東軍 在烏蘭一個村落裡頭 互相打起來了 參與的人有五十個人 那為什麼要打呢 這個俄羅斯人就說你們這些車程的人呢 都是都不往前線跑 都在後面開我們的槍啊 所以呢大家就開始互相打了 那所以說你說這個車程的內部 如果他是這個俄羅斯的附庸國家 他應該去幫他做這個所謂的這個戰爭嘛 結果他不是啊 他是來亂的喔 他是來亂的 然後把這個所謂俄羅斯一些傷兵啊 脫罩也在醫院裡頭 一個一個把他槍斃了 所以大家就講說是假治療 真那個埋葬嘛 對那這些人也是啊 像這個主播 他這個很會製造效果 他說我們就把你英國給他變成一個 輻射性的沙漠 然後後面就配那個電視牆 然後突然一個世界的地圖上面 英國一聲就不見了 對他就很會製造效果 你看他就說 你看我們這個飛彈打下去 英國就是這樣 你首相這個強襄也會不在的 所以你們怎麼樣怎麼樣 還要跟我們為敵嗎 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這個東西吹哨的狀態 然後這個 俄國這個議長更瞎 這個聯合國就說這些俄羅斯 應該把他認證為戰犯 結果他不是喔 他反過來 他說你們這些西方國家 都是忘記了二戰的經驗啦 二戰我們就是要消滅納粹的 結果你們今天在幫納粹打仗 所以回過頭來 你們這些二戰的國家 每一個以後都要列為戰犯 那我覺得這到底誰是戰犯 誰是在發起 誰發動戰爭啦 對誰是在發起戰爭 這是搞不清楚狀況嘛 然後這個就罵希特勒也是猶太人 那搞到伊色列的外長 不是也很生氣嗎 然後最扯的是 他們俄羅斯的駐美國大使 就去嗆美國 說你們不要再提供武器了 你們這樣子火上澆油 你們會等著看怎麼樣 結果布林可能就回答說 我們就是要繼續提供武器啊 然後提供武器 提供到讓烏克蘭可以反攻為止 然後讓你們二國的軍力 沒有敗法再重建 沒有敗法再打烏克蘭為止 那你不是自取其辱嗎 所以我就說你們這些這個議長啊 或是這些主播 你們也看看這位所謂最美檢察長的 這個所謂的言論嘛 這是在基輔當過檢察長 42歲長得非常漂亮 那他一開始戰爭一開始 他也挺這個俄羅斯喔 那就是說這個俄羅斯打烏克蘭市正確的做法怎樣 可是這幾天他已經都是反過來了 他說這個戰爭是一個悲劇的 而且這個俄羅斯這個是一個不合理的一個出征 沒有大義名分 然後他三月的時候還去烏克蘭援助這些受傷的民眾 然後還說Z這個字是一個悲劇的代表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最美檢察長 現在是俄羅斯的下一院的議員 他從這個開始支持普丁 到現在對於這場戰爭的反省 是不是可以提供這幾位老頭子 一些這個所謂或是一些比較這個普丁的這個什麼追隨者 一些反省 這個最美的檢察長 他曾經支持過這個普丁 他現在看到這場戰爭的結果是什麼 因為他自己也感受到 俄國經濟已經開始不行了 所以他就說這是兩國最慘的悲劇 要趕快結束 所以我們看到5月9號時間在逼近 那俄軍看起來戰損是越來越嚴重 光是一天當中戰損就這麼的 這個規模這麼大的情況之下 那俄軍怎麼辦呢 那現在烏軍是不是也四季在轉手圍攻呢 來一碗最新的訊息顯示 烏軍有可能5月底要開始全面的反擊 看起來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趨勢呢 5月9號理論上大概每一年普丁 這個俄羅斯他都會紀念這個二戰 然後在他整個紅場裡面 這樣的一個大閱兵 可是大家現在全世界各個國家在預測就是 5月9號這一天到底俄羅斯 普丁他要講些什麼 那第一個他要跟全世界人宣告說 我們現在出兵到烏克蘭去了以後 他到底要講是我是贏還是輸 我是大贏還是我局部的勝利 這個目前還不知道 那以現在來看的話 大家預測說在5月9號這一天 剩下一個禮拜的時間而已 他搞不好會正式來宣 向整個烏克蘭來宣戰 他重點是說你已經打了快70天 對啊還在宣戰 那斯烏好像說他當初出兵到烏克蘭去 說我這一場只是一個特別的一個軍事行動 那如果沒有宣戰的話 那代表你可以隨時你可以撤兵的 那這很多人就開始去發想 想說會不會啊 因為普丁最近要去手術了 那希望老天爺保佑他 他突然摸摸鼻子說好了不打了 反正我已經取得重大的一個勝利了 但是你想的沒啊 你這麼多的本來是你投入了120個 迎擊的一個戰術群 可是你現在已經損失了快四分之一了 站在這個瘋子 站在這個強人的立場裡面 又怎麼樣 我進去了 我全部進去了 你摧毀掉我四分之一 那代表我四分之三在你的戰場裡面 他可能還要繼續加碼 是他可能會繼續加碼 而且政治宣戰以後 他對他國內來講的話 他那個這種國家跟我們這種民主國家不太一樣 他搞不好民意沸騰 國內對他的支持度會更高 不知道也許會 我相信他也會去精算 那如果是如此的話 那勢必他對國內的增 這個動員 這一些後備兵力 那到烏克蘭去的話 他又取得法源的一個基礎了 你說俄國贏了嗎 你哪有贏 中旬的重武器都還沒有到 你就被人家打得好像 把部隊開進去 你打得這麼的一個辛苦啊 可是你說烏克蘭你說你贏了 你也沒有啊 你整個國家被轟的已經非常的一個殘破了 他要準備反擊啦 事早要把俄軍打退回去 他們一定會反擊 但是這個反擊裡面啊 大家看到的就是武器一堆 人呢 人在什麼地方 是很多精準的武器 我相信全世界各個國家裡面 尤其是英國歐盟這些國家 很多人會把精密的武器 更投到整個 烏克蘭這個戰場裡面去 可是到最後可能啊 大家都會有一個 大家都會把這一場戰爭啊 做一個控制 是不是最後就是 你不要把黑海這個地方 你這個莫爾瓦多你別想來 黑海這個地方 你別想把人家給攔止 你就在烏東吧 就在烏東地區吧 所以到最後可能整個國際的一個局勢 還是會透過外交有各方人馬 在那個地方在斡旋 打歸打啦 可是整個戰場可能到最後 你勢必啊 必須要局限在一個地方 像他前陣子 他像發神經病一樣 你連基輔你都去打 你打人家基輔 就是要把人家氣乳 把這個國家把人家給消滅掉了 所以當然要把你給趕走啊 好